那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做逝去的武林 那这是一位武术家对民国武术界的回忆 这些年的中国武林可以说是深陷信任危机之中 传统的武术实战水平一再受到质疑 在新闻方面 普通的拳击散打运动员就能轻而易举的打败某个门派的掌门人 同时一些所谓的名家大师又总是发布那种隔空发力 振飞了六七个人的武里头视频 看到这些让我这样的外行实在接不住要问 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武术 谁才是真正的习武之人 是不是关于整个武林的历史都是虚构出来的东西呢 那带着这列疑惑 我们来说这份逝去的武林就多了一层意义 本书的副标题是1934年的求武济世 求武这两个字就是追求武术 因为在学武之前要有机缘能遇到名师 自己也要具备领悟武学的能力 能用得上求武两个字 说明本书的讲述者非同一般 他的名字叫李仲轩 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先后从事于近代武术史上的三位名家 李仲轩成名后被天津武林尊称为二先生 他在中年退隐一生没有收图 在两千年左右 八十多岁的李仲轩在五魂杂志上发表了本书的内容 记住了民国时代的武林救世 讲解和掩饰行义权的奥秘 所谓内行看门道 这些文章一出现就引起了武术界的轰动 戏剧爱好者说 那些过去秘传的高深心法 被李老用几句朴实的话 就能解释得明明白白 一看就是武学大家的境界 而对于我们这些外行而言 也能看出很多热闹 原来那些武侠小说和电影里面的武林和武人 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 说起小说和电影 我再介绍一下本书的直笔者徐浩峰 这个名字你可能很熟悉 他是近年来声名雀起的武术电影导演和小说家 曾担任过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 他自编自导的电影像《剑士柳白元》 《师父》还有《刀背藏身》 因为独特的世界观真实的动作设计 被誉为新一代硬派武侠片 那李仲萱是徐浩峰的二老爷 徐浩峰在向他学权的时候 建立了对武林和武术的特殊理解 从这本书里 我们能感觉到徐浩峰的武侠片里 那些被拍出来的或是隐藏起来的内容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李仲萱的回忆 我对武术完全外行啊 不过这也有好处 可以让我谨慎的过滤掉 书中超出普通人理解能力的传闻 我只想对我们外行来说 有所启发的内容 因为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传奇故事 而是一位智慧老人的感悟 也许我的这个尺度太保守了 要请武术爱好者们原谅 本期音频的素材不完全出自于逝去的武林 还补充了徐浩峰及家人 同门师兄合著的另外两本书 高速勿用和武人情音 我打算借几代行义权武术家的生平 为你讲清楚下面这三个话题 第一是以行义权的发展为代表 说说民国时期中国武林的情况 以李仲萱和三位师傅为典型 说说民国时期的武术家 第二是从这本书里 我们能观察出当时的武林规则 以及习武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这些武术家的经验 具有智者和杰出工匠的领悟力 即使我们不练武 也能获得许多启示 好下面咱们先来说说 这本书的基本内容 民国时期的武术和武术家 那这本书主要讲的是 行义权形象的行 意思的义 行义在民国时期的北方 是最具代表性的权种 它和太极八卦并称为三大内加权 那中国权法在清朝初年 被分成了外加和内加 外加权以少林为代表 刑是刚猛 偏重于外公和力量 内加权锻炼的是借力打力 以劲制动的内劲 那行义们广泛认可的创始人 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叫做 寄计可的武官 传说他在古庙里 得到了岳飞留下的残书 从关于权法枪法的记载中 参悟出了行义权的原理 那当时叫做心义六合拳 关于岳飞已留下兵书和武功秘籍的传闻 还被金庸写进了武侠小说里 在民国时 行义权为了推广强国强种 更是乐意宣传行义 源自岳飞的说法 本书中所描述的武术家 始于李仲轩的师祖 清末名出行义权大师李存毅 李存毅的行义权主要包括五行权 效仿动物形态的十二行权 和战装的战功 李存毅曾经开设过镖局武馆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他已经五十多岁 率领弟子在天津火车站烧死了多名俄国兵 还在北京利用胡同地形 使用单刀袭击落单的洋兵 在民国时期 他担任过军队的武术教习 编写了一本刺杀手册 据说直到六十年代部队训练拼刺刀的时候 还在沿用李存毅的技术要理 可见那个时候的武术 是以直接造成伤亡为标准的 具有实战效果 作为一代宗 实战效果 那作为一代宗师 李存毅完成了奠定民国武林格局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合并山西河北的行义门 他通过不断的比武和教学推广 使行义称为横扫北方的权种 第二件是将行义和八卦合成一派 两派弟子可以互相称为师兄弟 第三件事是合并了北方武林 1912年 他在冯国庄的自若下 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型民间武术团体 中华武士会 改变了过去单体传授武功的模式 1927年 国民政府创立了国术研究馆 当时把武术称为国术 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分管 天津是北方的武术中心 拥有23家分管 名气最大的就是李存毅留下的武士会 而这个时期被称为中国武术的黄金十年 所以李仲宣因为师从李存毅 而被称为中华武术黄金时代的最后见证者 那李仲宣1915年生于天津宁河李家 是当时的名门 李仲宣少年时拜的第一个师父 是李存毅的弟子唐维璐 唐维璐本来是中华武士会的杂工 但经过了七八年 很多正式的弟子没练出来 唐维璐却练出来了 唐维璐学成后一直隐居在宁河 他最出名的是腿弓 李仲宣回忆 唐维璐可以在一个晚上 从天津走到北平 他手里提着灯笼 在远处看 快得像连成一条线 李仲宣的父亲是文人 很反对他学武 而他的母亲因为来自武将世家 先被战死于鸦片战争 就很支持他 说国家有难要靠武将 文人就会斗心仰 后来李仲宣和父亲反目 从天津出走 唐维璐觉得李仲宣离家 是因为自己就介绍他 向名气更大的尚云祥学权 尚云祥身材矮小 但能以才智突破先天限制 武功自成一家 是刑意权在北京的代表人物 当时李仲宣 击杀八国联军 就是由他掩护的 那尚云祥早年 给大户人家看家护院 协助官府捉拿过 京城巨盗康小八 这件事改编成京剧东黄庄 尚云祥受聘于西北军 1933年 宋哲元的大刀队 凭借他教的刀法 取得了洗风口大截 李仲义人称单刀李 曾经和大刀王虎齐名 但是他的刀只在包头开刃 实际上也是剑法和枪术 在尸城中 尚云祥最出名的也是用剑 李仲宣向徐浩峰 演示尚云祥的行翼剑法的时候 刚刚遭遇了车祸 身体还处于半瘫痪 但是他扶着桌子 站立和徐浩峰各拿一根筷子 模拟击剑的时候 徐浩峰无论从哪个方向攻击 李仲轩总能抢先一步 用筷子点中徐的手腕 动作看起来还是慢悠悠的 那这段描写啊 很像《笑傲江湖》里面的独孤九剑 李仲轩说 这是行翼门走中门 站中路的道理 行翼拳攻击的特点是 发力霸道 取中路 硬打硬进 简洁有效 所以有太极十年不出门 行翼一年打死人的说法 说到这儿 相信你和我一样 要插嘴进来问了 既然传统武术有实战价值 那么他和现在的表演套路 是什么关系呢 另外 这些老年人 真的还有实战能力吗 李仲轩和尚云祥 在传弟子的时候 是这样解答的 行翼拳有演法 练法和用法之分 演法就是我们看到的武术表演 也是公开的套路 演法是为了取悦观众 和实战能力没有关系 练法是需要师父传说的真功 行翼拳不用蛮力 比如传说给军队的刺刀术和大刀术 并不是教具体招数 而是控制身体 使用巧劲的方法 在战场上使用大刀劈砍 再强弱的人挥舞个几分钟 也会尖酸手痛 这就需要学习行翼拳 运用关节和弹性的技巧 其实这和伐木工人砍术的原理是相通的 比如说在战场上 两杆长枪和刺刀顶在一起的时候 谁都不敢后撤 你撤对手就扎进来 但手和肩部都使不出向前的力 那么你如果学会了用躯干回旋 带动上肢的力量 你的枪就扎出去了 再比如自己的肘部和对方的肘部相撞 如果用行翼的横径转动一下 就形成了斜抛运动 也就是借力打力 行翼拳的招式很简单 一个姿势就可以一练几年 这就是在揣摩招式背后的功夫 直到形成了无意识的反应 那么有了练法还要会打 也就是实战中的表现 掌握了练法具备了功夫 相当于有了财产 实战中精确的应用打法 就像是会投资 行翼拳的打法可以利用自身特点 抛开基本招式随意发挥 肩膀臀部和胯部都能打人 所以行翼拳的高手是能够自创拳法和口诀的 在民国武林的鼎盛时代 高手进入军队评判高下的标准式实战 简单领两 那当这种技术遭到禁止 只剩下研法的时候 武术自然要走向衰败 至于年龄和功夫的关系 据说是这样的 人体自然衰老 全怕少壮 确实都是固定规律 但是功夫的增长和年岁的衰退 有一个谁快过谁的不同现象 武术家的功夫如果纯正 就可能把实战能力保持到中老年 李存毅 尚云祥 都是到了老年时还在比武 好 我们再回来 接着说李仲萱的第三位师傅 在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 行一门名声最响的人物 叫做薛滇 滇倒的滇 他是唐维路 尚云祥的师弟 按照李仲萱所说 当年的薛滇 是我们心目当中 天神一样的大人物 通过两位师傅的介绍和宝戒 那李仲萱又败在了薛滇门下 薛滇在民国武林是个传奇 他和师兄傅昌荣比武落败之后 曾经多年不知去向 在师傅李存毅去世之后 他重出江湖 自称一直隐居在五台山 像一个老和尚学了新的拳法 在一次武林人士的集会上 薛滇当众现场表演了一手功夫 并不是打拳 而是像跳舞一样 在大厅里演示了挪动步伐 而这种移动方法 展现出野兽一样的协调性 和异常的敏锐反应 那当时有人说 薛滇的身法就已经像鬼魅一样 达到了神变的程度 在表演完之后 薛滇再一次向傅昌荣提出挑战 两个行义高手全力对决 很容易出现生死 何况傅昌荣又是张作霖的贴身保镖 邵云祥就出面劝阻比武 推荐薛滇 接替李存毅出任国术馆馆长 薛滇身高体长 平日里接人待物 像交出先生 但动手时煞气很重 像妖魔一样可怕 薛滇认为 普及行义是能够振兴民族的大事 他觉得手把手的交 还不及自创一道新式拳法 象形术 他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 象形拳法真拳 把拳术的炼法和心法 都向世人进行公开展示 在市区的武林里 李仲轩对薛滇的拳经进行了讲解 那李仲轩在34岁以后 就不再和武林人士来往 他做过会计 晚年在北京西单一家电器商店 看门 完景很凄凉 他写这些文章的时候 名利确实都不重要了 除了不愿意让自己的行义权失传 应该也是为了排遣寂寞吧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 少林足球和功夫里 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也是这样引顿民间 生活窘货 这还真不是夸张 民国武术曾经经过了短暂的辉煌期之后 就被逐渐淘汰了 最开始是由于火车的兴起 标局行业就没落了 有了现代枪械 到武馆学习武术的人 也越来越少 毕竟再高强的拳法 也抵挡不了乱枪扫射嘛 另外 职业武术家大多是武吃 生活上秉承大手大脚的江湖义气 经常弄的是捉襟见肘 李存毅的晚年 主要靠弟子和村民接济 而李仲轩的几位师傅 唐维路的本业是在乡下务农 上云祥也不富裕 一直住在尼古安 所以民间有穷文富武的说法 意思是习武需要有经济基础 武人既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么也有一套独立的价值观和行为守则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真实的武林规矩 在武人心目中 武林中的核心利益是本门派的荣誉 在武人看来 门派好比世俗伦理当中的家族种姓 价值要高于自己的个体生命 武人的尊严取决于能不能守住门派的尊严 所以一个武人若是被外人打败 即便引顿多年 和他并不来往的师兄弟们 也要出现 搬回本门面子 那李仲轩在跟随 上云祥学艺的时候 也闯出了一些名气 自我感觉良好 于是就想到天津去向师叔薛颠挑战 唐维路特意从宁河赶来 两个师父一起教训他一顿 别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和薛颠动手 就算有 你这么做也会让外人笑话 薛颠是为整个行义权证明的人 同门都需要维护 当时以上云祥为首的师兄弟 都在武林到处宣扬薛颠 为他建立名望 唐维路的影响力不大 就暗中代替薛颠和人比虎 向薛颠提出挑战的 有很多都是其他门派的长辈 我们刚才说了 薛颠一旦出手 就要引来无尽的挑战和麻烦 唐维路就先找到对方说 薛颠的武功高我几倍 您能不能先打败我 为了显露气势 他比武时故意穿拖鞋 一招就分出胜负了 在同门这个共同利益里 薛颠是面子 唐维路是李子 行义门在民国地造的辉煌 始于李存毅 在武林当中带头大哥的地位 成就于薛颠 在天津坐镇 邵云祥在北京运筹 门派建立起来之后 首要的是建立尊卑秩序 也就是师兄弟之间的名分 许多江湖行当都看重辈分 武行可以说是最严格的 仇人见面也要先论辈分 那李仲宣不收徒也是出于辈分这个原因 唐维路介绍 他拜师尚云祥的时候 他的年纪比尚云祥的徒孙还要小 尚云祥嫌他打乱了年龄辈分 要他发誓一辈子不收徒 意思是要乱的话也只乱这一辈 在行义门还有一个规矩 徒弟即使学成之后 为了表示对师父的崇敬 也往往以代师传义的名义教徒 正是收徒要得到师父的特别允许 另外学武之后就不能做官 一旦进入官场或者军队 就涉嫌以权欺压武行通道 从人际关系上来说 在门派内部最重要最敏感的关系 就是师徒关系了 传统武术最讲秘法新传 核心秘密要一对一传授 按照江湖规矩这叫道不传非人 法不传六耳 当然也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现实顾虑 行义拳尤其如此 行义的核心技术是拳法原理 并没有秘密招式 选择徒弟更要格外慎重 那李仲萱曾经目睹过唐维璐 将两个徒弟逐出师门 第一个是趁唐维璐漫不经心的时候 出手偷袭 在被唐轻易制服之后 他很高兴 觉得释出了师父的功夫 但唐维璐从此不再教他 还对外说某某已经超过我了 这是开除的委婉说法 因为这个人抱着刺叹的心理不可靠 而另一个徒弟是无故杀死了儿子 违背骑马的人伦道德也不能教 五人轻易不接受代义投师 是因为之前学的很难改掉 而且也要顾虑来人 是为了从前的师父报仇 李仲萱拜过三次师 是经过几个师父当面交接的 李仲萱每次自述门派的时候 要讲清楚这个轨迹 以示不忘本 师父一旦选定亲传弟子 就要亲囊相授 因为这决定着门派和自己的未来 如果每一辈都留己手 这个门派肯定就将和日下了 唐维璐向李仲萱传授的除了拳法 还有内功道法和治疗外伤的医术药方 那李仲萱到外地见同门师兄 只要拿出唐维璐的独门膏药 对方就知道了他继承了师父的全体一波 对徒弟来说 练功要经历各种境界 有时候处于近似走火入魔的状态 这个时候最需要师父的点拨 所谓师徒如父子 就是因为师父对徒弟生命的参与成分很大 造成了徒弟的依恋 师父承认徒弟通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的东西你身上有了 意思就是你今后可以代表我 从门派的尊严来说 这也是一种责任 所以民国武人在没有把握的比武之前 会隐瞒自己的失常 生怕损害师父的名誉 这和今天的武术节等传统行业 以师父为社交名片的方式有所不同 而至于本门派之外的武林规矩 更是充满了叵测的变数 真正应了江湖险恶的说法 俗话说武无第二 武人见面总会有分出高下的冲动 在武林当中名气可以说是流通物 成名的过程常常靠毁掉另外一个成名人物来实现 而这被形象成拿走别人几十年的名声 要想保持名声 上门公开挑战就必须得见 李存毅成立武士会 经常有人找上门来问 你看我练的是武术还是国术 意思是指责行义权将国术化为私有 李存毅只能下场比武 因为解释没用 除了比武 武术家们还可以相互切磋 这叫串东西 他们见面常会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东西 新领悟 那关系好的还可以派学生去串 并不保守 武术家相互一搭手 就已经知道彼此的水平了 在搭手的时候承认自己输了一筹 会说晚了 薛天和人搭手 张口就说你晚了 如果对方不醒悟 他再稍微再明确的加一点力量 对方就会连连说晚了 是晚了 有时候彼此聊两句 对武学的体会也能知道对方的功夫程度 这也不算玄 任何一种技术和艺术里都有这种现象 眼高手未必高 但眼低的人手绝对不会高 至于非要在招式里面见输赢的想法 如果是将武术作为一种修养方式 就属于次要的了 说到这儿 你可能感觉 为什么这本书要叫逝去的武林了 由于生存土壤的消失 武林的黄金时代彻底终结了 传统武术的模式 内容和方法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不过实战的记忆会退化 但那些经过数代武术家揣摩 积累下来的感悟仍然存在 还是会让我们这些不懂武术的人有所启发 李仲轩并不是知识分子 唐维路 尚云祥等人 更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他们在书里的言行 表现出了很高的修养和通透的见识 能在一个艺术和技术领域里登峰造极的人 都拥有过人的意志力和领悟力 他们的职业心得也就有特殊的经验价值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们在实战理论当中的洞察 在搏击中步伐都是很重要的 行义拳对步伐有个理论 世上永远是强者影响弱者 弱者在模仿强者 武术中的强指的是有自己的节奏 并且用自己的节奏影响对方 李仲轩说 电视里猎豹追赶林扬 猎豹要是受林扬的步伐影响 学他的路线就永远追不上 比武也是如此 情急之下 人的精神和动作容易失控 一旦在步伐上追赶或者模仿对手 你的方寸就乱了 一定会输 现代商业中有一句真言叫做 竞争意识反而会削弱竞争力 也是这个含义 秦义拳一门最高级的武术 不是拳法刀剑 而是古代军事上面的排兵布阵 也可以说是审时夺势的大局观和战术思维 李仲轩按照对拳法的领悟 对古代小说也有独特的解读 他说关羽是武圣人是因为把握时机的能力强大 从温九斩滑雄到过五关斩六将 他很少硬杀硬砍 而是专门攻敌将不备 抽个冷子就是一刀 关羽能算出敌人的心理盲区 还有支身硬闯敌银的勇气 再结合最省时省力的打法 这是高明的武学修养 相比之下 鲁智深全打正关期的时候 先让正关期切肉累个半死 再打死他 这也是有心计的 但是这属于流氓套路 档次要低得多 有一个孔武有力 曾经在战场上和日本人进行过白任战的军官 登门拜访过尚云祥 那练武人讲 上一次战场抵十年功夫 这样的战士 虽然没有身后的武术修为 但一般练武人也对付不了 那这个军官的反应就非常敏锐 周围有什么动静 视线立刻就能对上 向云祥告诉他 你的反应很不一般 但反应是反应 反击是反击 他告诉了军官 一个将反应和反击合一的训练方法 那这个军官听完之后 立刻有所感悟 还为此专门给上云祥发了几个月的军饷 那这个军官能一点就透 是因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行义拳的练法和打法 是在近三百年里几代人 通过上万次的比武 甚至是战争中总结出来的 所以在提升实战水平 这些经验表现也体现在教学理论中 行义拳的拜师仪式很严格 在教学里面也有着很多充满仪式感的内容 但是师傅们并不迷信 李仲轩向上云祥请教 为什么练拳必须是一个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练 绝不能让外人看 那上云祥说 其实很简单 你们年轻人喜欢神秘 不搞的规矩大点 就不好好下功夫 师徒之间是不能太亲密的 规矩大才能保证学习效果 那你看 这个其实是很实在的心理暗示 李存毅这一派的行义拳 主要拜达摩 其次才是岳飞 李仲轩觉得 这可能是因为练行义 强调悟性和修习禅宗 有相通之处 在行义的教学里 师傅会先教徒弟基本的口诀和套路 然后就是观察徒弟的练习 揣摩他的性格 等待引导他的最好方式 那李仲轩讲 教权不是用讲的 而是刺激出来的 徒弟经过大量练习 遇到关键门槛过不去的时候 师傅一句话刺激到他 他就会突然达到了新的境界 这种教学理论确实和禅宗公案相似 在公案里面 那些让禅师悟道的话 也是针对个人 针对特殊情况所下的 当头办客 也不是瞎打 而是要找准时机 所以 李仲轩读论语 也是根据学权经历 形成自己的感悟 他发现 孔子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方式 也是因人而异 孔子对同一个概念的解释不同 是因为说话对象不同 内在的困惑不同 甚至也因为学生的未来规划不同 而这很符合学术研究观点 因为这些有洞察 有智慧的见解 也让我们相信 逝去的那个武灵 和那些能有效提升 身体机能的武术 是真实存在的 李仲轩这样一个明白人 没必要到八九十岁的时候 孤独着维持着 这无意义的骗局 而且按照简单推理 中国古代长时期处于战乱动荡 在战争和民间的真实杀坎里 一定会留下以自卫和杀敌 为目标的搏击术 这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那今天的军事训练里面 也有搏斗技能 而真正属于武术界的问题 也许是对传统武术的发展 究竟是发展实战技能 还是主动融入现代搏击运动 还是继续朝向体操式的表演 行业内部要先选择定位 我们才知道具体的评判标准 语意含糊 经不起实战 同时又要用高手在民间 真用功夫汇出人民的理由来搪塞 会消磨外界的耐心 属于我们的问题是 传统文化是很娇嫩的 它像是一条河水 如果得不到补充和保护 它留到后来 也许就像逝去的武林一样 只剩下一位孤独老者的脆弱回忆了 传统一旦断绝 因为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我们当时不清楚究竟损失了什么 但却会在文化结构里 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 一个丧失了文化传统的民族 和丧失了记忆的人是一样的 好了 那这本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济世 就为你介绍到这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音频的要点 这本书讲述的是民国时期 以行义权为代表的北方武林和民间武术 第一个方面 我们讲了行义权是三大内加权之一 清末明初的一代宗师是李存毅 他曾经上过战场 与八国联军对战 李存毅合并了行义权和八卦权 创立了中华武师会 奠定了民国武林的黄金时代 那这本书的讲述者是李仲宣 曾经先后拜李存毅的三位得意弟子为师 见证了传统武术转入陈记的全过程 第二个方面 我们说了在真实的武林规矩里 利益核心是本门派的荣誉 内部秩序的核心是辈分 在人际关系里最重要的是师徒 师父对徒弟的选择极其严格 徒弟也必须全力的维护师门 门派之间会通过比虎来争夺名望 交情好的武术家会通过串东西的方式和平切磋 参与军队训练比虎和串东西的风气 维持了民国武术的实战技术 第三个方面 我们说了这本书也揭示了很多有启示的道理 比如世上的规律是强者影响弱者 一旦以跟上对手为目的 就永远无法取胜了 优秀的战术是准确捕捉时机 选择最省时省力的打法 传授行业拳有着禅宗和儒家智慧 善于使用英才施教的方法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